日本政府在7月23日开始实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措施 这被视为对华限制的美国政策的跟进 该措施日本加强对六大类23种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 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管制 旨在防止相关技术流向中国的军事用途 以努力与美国合作防止技术流向中国而转移到军事用途上 限制涉及的种类范围包括清洗、薄膜沉积、热处理、食客、检测 此举引发了中国商务部的强烈反对 认为这将严重损害中日两国企业利益 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 并冲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在国际贸易争端和供应链的背景下 中国也对稀有金属者合加 从8月1日实施了出口管制 这也被视为对美日贸易争端的应对措施 美日的高科技军工体系 以及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中国的工业链 使得美日在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的供应链 然而美日政府同时一边呼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一边又实施高科技贸易制裁 这种言行不一致的做法令人质疑其真实意图 不得不让人深思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7月22日在政策提议组织令和国民会议的集会上的讲话中 呼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岸田文雄强调 中日关系现在原地踏步 但强调中日关系密不可分 并表达了希望能够在维持对话的同时 保持建设性的稳定关系 表达了对中日关系的期待和希望 然而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7月23日起开始实施 却采取了加强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措施 该措施旨在跟进美国加强对华高科技限制 这似乎与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22日的讲话中 呼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呼吁存在矛盾 让人匪夷所思 同样 美国也在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高级白宫官员频繁访华 但也实施了一系列对华限制和贸易制裁 导致言行不一致的局面 这种矛盾和不一致的做法 可能反映出美日两国政府 在对华政策上的复杂态势和分歧 一方面 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压力 美日政府意识到 与中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 对于地区和全球的繁荣与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美国为了打压和遏止中国的崛起和发展 美日政府又采取一些限制和制裁措施 然而这种矛盾和不一致的做法 会增加不确定性和紧张局势 对地区和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这种矛盾和不一致的做法 也可能进一步加剧 中美中日三方关系的紧张局势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时局下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中美中日三方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为敏感议题 美日两国在过去一直试图通过支持台湾 来制约中国的发展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格局的变化 这种做法不再有效 甚至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下集中的白鲁 3D 3D 4D 5D